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企业在做运行的时候 常常会产生一些 刚刚讲的成本的外部化 那所以你 第一个你就是要尽量去 把这个外部化降低 就是说你企业得到了内部的利益 但是外部的成本是 大家去分摊 一个企业当他 经营得非常好的时候 其实他是很有 他是很有资源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你会在很多 看到很多大的企业 他其实都有不一样的团体 未必是基金会 有的像是志工团体 志工社 所以我觉得企业责任这件事情 并不是说 我给了我多了我就很了不起 但是实际上 能够让这个社会更和谐 更稳定一点 因为 当你有了这些能力的时候 你多回馈 多帮助一点 也会让很多这个 他比较不幸的 或志愿少的 他能够有向上的机会 那这个社会就有向上流动的力量 所以有向上流动的力量 让人们才有希望 我记得这个很有名的作家于秋雨 他那时候写过两本书 叫做千年一探 那时候做了这个凤凰卫视的一个project 就是让车子让他载着去看 他就讲到一个地方 我如果没记错是西亚的一个地方 就是其实人们 人的眼神是没有希望的 可是你同样到这个 我自己同样到非洲 也很穷啊 可是你看那个非洲那些 那些小孩子眼睛是 眼睛是活的 其实这个希望这件事情 或者是资源或财富这件事情 不是绝对的 其实我觉得是相对的 他有找到喜悦 他有找到希望 他有找到一个方向 或者说他可能没有找到这个 但他就很满足在这个状态下 然后所以人是需要一些 能够让他这个社会 比较活化 然后比较快乐的一些润滑期 那我觉得能够去 在不一样的地方帮他们 我觉得这会是很好的事 这个社会才会更和谐 更喜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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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班了 我下班了 下班第一 4月19日 2022419日 谢谢 谢谢 好